我們今天主要來看的就是有關於數位教材的製作跟錄影的部分 那我先稍微了解一下有沒有同學你上課老師就有錄影的 應該現在多多少少有一些老師會有做這件事情對不對 每個老師應該都非常樂意嘛 其實有時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你應該知道我上個學期我們在我們學校有一個講題是有關於什麼 摩克斯各位知道摩克斯吧 因為現在每個學校都在推 每個學校都在推那老師都非常的樂意去參加 開玩笑就要問儒雅就知道了 那一間教室因為學校都會有一間叫做虛擬攝影棚 你們有空問一下他看看那個使用率有沒有很高 那麼如果每個老師都要去攝影棚參觀錄教材 你覺得老師的意願會高嗎 麻煩對不對我要跟你搶教室 然後呢還不是我一個人就搞定 上課老師一個人就搞定 但是呢要錄影 不好意思喔同學有沒有空可以幫我一下 然後又要找人 所以要完成的時間就會相對比較不容易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你很清楚看到了 一個人就可以完成有沒有 所以呢如果你是老師的加油 如果你是同學協助老師的TA更要加油 因為老師以後要靠你好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其實說呢要錄影越來越簡單 越來越簡單 你看我有沒有弄很多設備 沒有 而且我有沒有跟你用一樣的電腦 好像一樣的吧 我盡量不要用我自己的讓你覺得 哇好像有秘密武器 沒有我就架兩隻而已 對不對 那軟體的部分呢其實你都可以帶回家 我都用免費的 當然不是說付費不好 而是說你要看學校有沒有這個經費 或者說您自己有沒有研究的經費可以用 如果沒有其實免費也可以做得很不錯 那麼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今天主要應該是會介紹這幾個 就是以我自己來講我比較常錄的 就是上課在錄的主要是這個叫Debub Video Capture 這個 那這個是我平常即時錄影的方法 那麼如果說你要比較簡易的 其實也有線上的直接錄影 就直接你只要有連在網路上 那就可以直接錄 當然你錄在他不是直接把你影片傳到網路上 而是說你要啟用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必須要連到網路上 好就這樣子而已 那麼如果呢各位你要比較 比較像什麼 像PowerPoint一樣的 各位PowerPoint應該沒有人沒用過 剪接數位教材 也可以像PowerPoint一樣 這裡有一個叫Active Relent 那這個呢在剪接軟體 就是剪接影片的功能的部分 是完全免費的 完全免費也沒有任何浮水印 所以這個其實就還蠻適合大家可以使用的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往下看一下 其實平常各位應該比較常見的 就是我們在教室也好或演講的場地 比較常看的就是這種錄影畫面 對不對 像我們現在後面也有加一台那個DV嘛 我可以問一下各位嗎 這種有錄下來 你回去會看得出什麼 你只是講把機子帶回去 然後自己擁有 然後自己去錄別的嘛 好 對不對 你這種錄下來 檔案有沒有很大 有 真的很大 齁 所以螢幕上的畫面是相對比較不清楚 如果你真的要看那個內容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比較不OK 那麼另外呢 其實有些學校也有像我們學校裡面有這種 就是它有專門的那個錄影的教室 它可以同步幫我們錄製什麼 講師的畫面 就是電腦的畫面 還有它這個攝影的畫面 那會自動分段 比如說十分鐘一段 十分鐘一段 不過我還是必須跟各位講 你覺得這樣方便嗎 所謂的方便不方便在什麼 今天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 你分了十分鐘一段 可是老師講題不見得剛好十分鐘啊 你還不是邊看邊找 所以我給你看一下 不好意思喔 我有買關鍵字 你如果要找我的部落格 你可以從右手邊這裡也可以找到 有沒有看到 我的教學頻道在這邊 好那如果你連到我部落格也可以連過去 上面這裡 在上面這邊 那我先給各位看一下我的教學頻道 我是像這樣子做 就是去哪邊的演習 有沒有都是像這樣子 那麼比如說 不好意思喔 禮拜二我偷偷來一下 中文系的 請問如果你沒有參加這個演習 但是你看這樣 有沒有比較容易找你要看的東西 那我們要做錄影的部分 有一個很重要的 請問影片要不要一個演習 或者一個小時一個段落 當然不行 就是這個影片的大長度 我們會建議各位 就是大概在五到十五分鐘以內 就是一段影片的長度 大概在五到十五分鐘以內 各位不介意我用錄影吧 我是螢幕書嘛 所以中文字畫比較多 原諒我 我會在十到五到十五分鐘以內 可以盡可能的 好除非有時候 話比較多一點會講長 但是我們盡量把我們的主題 能夠在這樣 所以同學要看 要複習 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這是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說 其實如果這樣的話 即使他沒有來現場 也是OK 那我平常自己上課 除了這邊以外 事實上我學校的我也都有錄影 在這邊 這個是學校的 在這裡 我自己學校的 所以我的課程有點討厭 全部都公開在網路上 像這邊 哪一節課 哪一節課 所以同學 如果他技術性礦課 他自己知道回去要幹嘛 這樣了解 反正做作為不會自己上去看 這樣他就不會打擾我了 反正 不是我的同學 不是我教的同學 他也在看啊 我也就覺得很奇怪啊 反正就OK啦 就像這樣子 那這個是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現在 教學方法有很多不同 還有很多不同 那只是以我自己教學的話 我還搭配一個課程介紹 像這種有課程介紹 這樣子 上下學習上什麼 我們做的範例是什麼 點進去都可以直接看得到 然後呢 如果你想看 不只是看今年的 你想看看去年的 前年的 自己進去看 這樣子 如果你來選修我的課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願者上高一點 哈? 想不到你自己看得到啊 你知道上課的情景是怎麼樣啊 對不對 還是你們平常都是 聽口碑的 這個老師學長解說不錯 哈哈哈哈 然後就選了 有沒有因為這樣而後悔的 有嗎 所以我的課程是像這樣子吧 那這個是給大家稍微知道說 其實現在教學的方法真的可以做很多改進 那像我這個學習 有多開一個多媒體互動的課 那我們就是一樣 新課程也許沒有舊的影片可以看 但是呢 上課錄影片還是有公開 還是有公開在這邊 好 OK 那麼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現在回到剛剛這邊來 我們剛剛在看簡報嘛 對不對 你看這裡 跟你這樣來比 有沒有發現這樣要看很難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看一下 這裡呢 是之前的 我就把它略過一下 那待會呢 我們會跟各位介紹幾個方式 幾個就是 比較常見的錄影方式 那我可以先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要玩 玩大的還是玩小的 玩真的還玩假的 什麼 我今天有戴這個耶 綠木 有袋 藍木 我通常只有這種課 我要帶比較多東西 要帶三包 平常的話 我就一個包包就好了 哈哈哈哈 這個藍木是比較小啦 藍木比較小一點 然後這個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人比較多的時候呢 欸我就會用這個 反正這個自己 老師如果一定要很要求說 我後面一定要很乾淨有沒有 不能有任何瑕疵的 我們就要搭配這個 如果你覺得 只要有老師在那個face OK就好了 隨隨便便辦公室一個角度也可以 因為現在也有摩克斯老師 就直接入辦公室的 也OK啊 為什麼不行 一定要在攝影棚才行嗎 不用不用不用 重點是老師要教的內容 老師不是要當演員 所以可以看得到就好 OK 所以這樣應該大家對我們今天要講的 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 裡面後面會有一些軟體的部分 我就先暫時不講 這樣OK齁 好